南投縣全縣公司立幼兒園長會議 約有190位園長出席 會議安排南投縣政府各局處 就幼兒園環境設施設備 維護管理、兒少保護 及病防治保健等 攸關幼兒教保實際運作 以及相關政策 提供最新的資訊與宣導內容 縣長許淑華指出 這一次全縣幼兒園長會議 特別表揚112年度 服務資深教保服務人員 研究優秀教保服務人員 非常感謝獲獎的教保服務人員 在幼兒教領域的耕耘 與無私的付出 展現教育熱準 教育是整個教育的基礎跟根本 我們也特別在教士節的前夕 對我們所有在縣內的 資深的還有資優的教保人員 特別來做一個頒獎跟表揚 這次也非常感謝我們都和國小 特別承辦這次的活動 這次來參與我們園長會議的 總共有190所 那不管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在我們的教學現場 碰到的狀況也會特別的多 現在少子化呢 家長也非常注重孩子的教育 那尤其在幼兒教育這個階段呢 常常孩子的可能 他的表達還不是那麼清楚 那我們也會發現呢 如果孩子有時候不慎跌倒啦 或者是在教育現場有任何的問題呢 其實都是很容易跟家長 跟學校這邊包括跟幼兒園 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這個狀況 所以我們今天的園長會議呢 特別也希望針對如果我們在這個 教育的現場如果碰到任何狀況的話 那麼怎麼樣去處理 特別在法治面應該怎麼樣去建立 這樣的一個知識 同時呢能夠建立他的一個流程 那除了呢能夠讓家長可以放心之外 我相信呢也讓我們的老師跟園長 比較有一個方向好去依循 那我想這是彼此做一個保護 那同時呢能夠提升我們更好的教學現場 那所以呢今天我們除了來表揚 感謝這些資深跟資優的教學的 這個教保人員 那希望他們能夠繼續為我們整個南投的教育來努力 那同時呢在我這個上任之後呢我們也關注到 幼兒教育的這個教學呢是大家非常關心的 過去我們在師生的比例是1比15 那我在今年112年呢就正式的把我們所有 國小副社的幼稚園的幼教師的比例調整為1比12 並且我們會在三年之內全線都能夠達標 那當然我們也會鼓勵其他的私立的幼兒園 能夠加入我們的行列 那大家一起把我們的教學品質能夠提升顧好 敦河國小校長賴清又表示 很榮幸能夠承辦全線的園長會議 也期許南投縣的幼兒園在許縣長的帶領下 可以越辦越好 今天非常高興能夠來承辦這次的 全線的園長會議 這是敦河國小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榮譽 那我們也期許說我們南投縣的幼兒園能夠在我們許縣長的 領導之下能夠越辦越好 對於我們幼兒在教育這一塊能夠 不管在經費上人力上都能夠來支持學校 讓學校能夠更好的一個發展 許縣長相當重視幼教品質從112年度起 國小複設幼兒園首先降低師生比 三年內全數達成師生比1比12的目標 並鼓勵領導私立幼兒園逐年降低師生比 汲取公私立幼兒園共同洗碩精緻幼教品質 提供孩子更好、更全面的照顧 讓家長安心 記者成員至重鎮採訪報導 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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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